王妃蘇提達挽著手臂 泰王瓦吉拉龍宮走入人群互動 保皇派的皇山軍群起激動 呐喊落淚 又是獻花又是趴地 搶摸泰王的腳踝 支持群眾有的更貼心 察覺世外天氣太悶熱 蘇提達被濕了一大片 趕緊遞上衛生紙和茶水 瓦吉拉龍宮為國寶玉佛像 進行更衣大典 邀請部分國際媒體 與好幾千名身穿黃衣的 王氏支持者一同在 泰國大皇宮外參與 瓦吉拉龍宮現場直接接受 英國第四頻道記者訪問 這是他1979年以來 首次面對外媒 但是不回應 示威者要求王氏改革的聲音 我們喜歡其他人 有空間接受嗎 謝謝 泰國人接受 簡單回應 泰國難解的僵局現況 泰王轉身立刻 將待公主重申旨意 我們愛泰國人 無論如何 這個國家是平革的 我愛 我很開心 這是真實的 愛 你可以看到 好嗎 CNN報導 68歲的瓦吉拉龍宮首度公開受訪 這個不尋常舉措 透露出泰王面臨海山倒海的民怨 想要塑造親民改善國際形象 但是示威的懸運領舍不領情 只結算泰王空口說白話 泰國國會臨時會也沒有結果 反倒是討論其如何推動國家和解委員會 泰國動蕩短期內 恐怕還是無解 記者彭馨宜綜合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點讚開啟小鈴鐺